给予我们的祝福与勉励 让我们以掌声邀请本校校资会召集人 王金平院长上台致辞 郭校长 两位副校长 与各位院长 各位细所的所长主任 还有各位老师 各位在校以及毕业的同学 还有各位家长 重要的是各位贵宾 包括我们杨昌宏董事长 还有这位女士的董事长 还有我们王惠美县长等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抱歉 我穿这样子来参加毕业典礼 不过现在对我来讲还是竞选期间 我选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要勤走基层 请听人民的声音 刚才也听了我们郭校长的声音 让我回忆很多事情 首先当然要对杨昌宏先生 这一次能够获得我们母校 赠送给荣誉博士 我要表达 一方面感谢 一方面也要祝福 而且要祝贺 杨昌宏博士 他是张公毕业生 但是他能够在自己的一个工作领域里面 真的是be unique 然而在be you 完全做到了 他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精益求精 而且经过相当刻苦耐劳的阶段 也要历练过相当多的挑战跟磨练 所以终究能够一直成功 成功再成功 他能够在自己领域里面 创造出非常多的 最优越的这些产品 能够独自在世界的市场上 都领先群伦 今天他又是热心公益 对张师大非常的关心 张公并到张师大来以后 他是更加投入 一起担任学校的咨询委员 每一场的咨询会议都是亲自到场 而且给予相当多的建立 学校需要什么的 他就尽量来提供 尽量来协助 所以他是今天我们母校赠送一位 一个荣誉博士实在是实至名归 而且也相信也是荣耀了我们的母校 那么接着呢 说刚才校长一起提出 说以往 跟云远娘的一些一段往事 事实上那刚好是54年 今年是108年 所以这已经是54年前的事 54加54刚好是108 所以今年也是特殊的一个年份 校长刚才也提到 说2020年 他说明年是2020 今天我们毕业了2020位的各类的毕业生 我想在这方面 即将打出校门的所有同学 都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一个学业 继续升学也好 或者是能够到社会上去从事就业也好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更出类拔萃 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 那一方面开拓你们美好的人生 一方面也能够都为国家社会贡献来服务 那让我想起的是 54年前我想我刚才也是车子 开过山底下的那一排的宿舍 那一排宿舍现在还在 我刚才还跟我的随后讲 当时我是那个大门进去以后的 左边的第二间就是我当时的宿舍 那么在那里 就是等于接纳一段师生缘 那我自己一直在回顾这件事情 我说一切都是缘分 都是善缘 那我们尽可能把恶缘 把它转换为善缘 这才是人生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那么那一年我想我给银铃铃先生一个爱 事实上我不一定对 因为他违规了 违反校规了 结果我还是没有报到学校 报到学校当时一定要关禁闭 这个禁闭可能一般人很难受的 那他呢 我没有报学校就是一种包容 那借这个机会我给他做了一些思想上 观念上的改变 而且也力劝他好好的用功学习 我想他都做到 而且在他们整个班上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能够去白果山 去做所谓的露营 但是我们另外的导师呢 没有人敢带他们去 只有 我说你们只要 大家都举手 每个人都愿意去 我就把你们的举手当作是一种发誓 我说君子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诺言 你们一定要发誓 到校外去 不能违反校规 不能出事情 我说连我自己也担待不起 后来 我这个十八位的学生 大家都举手 都承诺 然后呢 到那天 一天多的时间 他们都没有出事情 而且 我们归职的晚点名 马上都到 我让他们直接到园林的附近 到街上 去游荡或者是去玩耍 去开心一个晚上 结果呢 都没有出事情 所以 本来 当时进了中学的 老师们 大家都要看着 等着看我的笑话 他说你这些学生啊 刚刚毕业 就来当老师 然后你敢 带这些学生 出去 那你这些啊 都是很难管束的学生啊 所以大家都等着说 你这个出生 吃赌不怕福的 这个年轻老师啊 大家要看你笑话 结果还好 回来呢 大家都非常的 开心 而且非常的圆满 那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我给他们一种尊重 我给他们一种 等于信任 他是值得信任的 这个信任呢 是等于一种无价之宝 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思认的时候 人彼此之间 能够有互相信任的话 这才是一些事情 要开启 美好未来的一个开端 一个基础 所以没有信任呢 大概交不了心 没有信任 大概没有办法 尊心来谈事情 来沟通 那么来做各方面的一个 妥协或者是学调 没有办法达成 原版的结果 所以 银脸的先生 认为说 我给他尊重的爱 那呢 一方面 也给他们 特别的尊重 那么呢 让他们 不但受到尊重 而且学习到 什么叫做 信任 所以大家都讲信用 那么呢 这些事情 也值得今天在这里 让各位同学们 里面做一个参考 那我想他在这个世界上 所做的善心的事情 是不胜美举 那在母校这里 他看到学校 没有游泳池 所以就马上捐一个游泳池 我跟他讲说 他说要用王金平游泳池 这个名义 我说不行 我说不行 结果呢 他说 不行的话 我就不要捐 所以 这个郭校长 还有高苏珍院长 都在场 既然 你这么讲的话 我勉强接受 我还是勉强接受 我不敢接受 因为钱是他出的 不是我出的 那么呢 活动中心也一样 活动中心是 这个游泳池 他捐出来的钱 剩下的款来做活动中心 但是后来又有所不足 所以他又很快 这个又补上来 那么让这两个 我们母校的重要设施呢 都能够顺利的来完成 那不久以后 他应该会来参加 活动中心的一个 竣工典礼 那么本来郭校长 跟我讲说 今天他会来 事实上 应该今天不会来 他很客气 而且 他还是不太乐意 在公共场合来出面 那么 他是非常有感情的 一个人 那呢 他经常 自己开车子回到学校来 他呆坐在 那个 这个 好像小池塘的 里面 他坐在那边 回忆很多事情 他还常到宿舍去 也到教室去 教室可能那个时候 教室不是现在的教室的 那么呢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我是希望 以他为榜样 大家都可以学习他 那这个就是对 母校的一个感情 而且呢 在事业有成之后 都关心母校 都支持母校 帮助母校 我觉得这样人生的价值啊 又是另外一番竞争 所以我特别勉励大家 那本来今天早上 我在两所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 我都跟他们 这个 说明一些 我们 毕业的同学 应该在这个时代呢 要多关心政治 多关心经济 财政 多关心 我们的社会 各项的问题 那么呢 能够多多了解 各方面的问题所在 也能够掌握 全世界的各方面的讯息 当做你们做事 还有呢 未来要成就事业的 一些重要的依据 那么呢 今天我要祝福 我们所有毕业同学 大家前程远大 未来呢 大家都能够顺心如意 大家身体健康 为国家 为社会的服务 贡献更为巨大 祝我们母校 效应更为长隆 再度祝贺 杨昌宏董事长 能够获得荣誉博士 谢谢你 我本人也与我荣誉 谢谢 好 还有我们王卫美校长 这个学妹 他也是这里的博士 还没有到是吧 很快很快 没有关系 多加努力 那现在 治理这个彰化线 实在是非常的成功 那未来 彰化线的 这个发展是 无可限量的 希望大家也都给他鼓励 必要的时候都给他支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让我们再一次 以热烈掌声 感谢王院长 王院长请回座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邀请 张化线县长 王惠美县长 上台致辞 我们最近的郭校长 各位师长 王院长 还有我们荣誉博士 我们的这个杨昌宏 杨董事长 现场所有的贵宾 我们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非常荣幸回到母校来参加 我们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 那我们张师大他是个对于我们的教学研究以及服务 这个非常这个杰出的一个一流的一个学校 那我们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们呢 可以校友们可以说在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杰出的一个表现 那在这边特别要谢谢校长及所有师长们的一个用心 那我用三颗心来跟同学一起来共同勉励 第一个期望同学们能有感恩的心 感谢师长 感谢父母 感谢同学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 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支持跟鼓励 以及提拔 第二个期望我们同学们有学习的心 因为跟着科技不断的进步 你不进步你就是退步哦 所以期待我们同学们都能够保持着学习的心 不断的让自己来成长 第三个希望同学有逐梦的心 人类应有梦想而为大 不管你的梦想是大还是小 我们期许你能够逐梦的去踏实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好的 当伯乐还没有找到你的时候 务必累积你自己的能量 让你自己随时都能够 这个充满着满满的一个这个专业 那我在这边再次的 供祝我们所有的毕业的同学 都能够心想事成 蓬城万里 也供祝我们学校校运昌龙 那美好彰化希望城市 大家一起来努力 过去感谢